謝謝大家這兩天的大家的參加 這如同我們第一天的Opening 榮英給我們帶來就是參加Sign Work 就是要Enjoy 希望大家都Enjoy這兩天的Conference 或是Whatshap 那很快的這兩天的Whatshap 其實我們要感謝的人有很多 那會列在我們官網上面 包含Coding Member 永宇我Rober、Chester和Jenny 那待會永宇會稍微在 我們會有個Panel Discussion 所以Member會上來 稍微分享一些 心情跟資訊 那還包含了我們有Program Team的Member 那Reviewer 我們就在這個審稿後面有很多 十幾個Reviewer在一起來幫忙 做這個審稿的活動 那當然我們這個很漂亮的光網跟設計 還有幫我們這上面的設計 就是由Web跟Design Team 一起來帶領的 那當然負面的 就是場地也是要錢 然後 他的票啊 這些的 然後贊助啊 這些的 是由Rober、Jenny他們帶進來的 那註冊組很重要的就是明節 明節 我們在入口的時候都遇到明節 明節 跟扛下很多的工作 然後場地也是一樣 就是今天的這個活動 餐飲啊 這些類有很多人一起來協助 那還包含了 Humble Data的助教 然後小應啊 跟李亮啊 還有我們的那個Chuck的講師 一起來幫我們做 對 那我們先一起謝謝這些志工們 好 那接下來 那最後有些資訊是 給大家做參考 包含 我們 有會後的問卷 那 不好意思 很多QRCO SignWork的志工的招募 那不僅是說 Conference 我們平常的 Whatshap 然後Spring 跟MeDub 各式各樣的 如果對於這個活動的興趣 不管是遠方 或是現場 然後還有 未來很重要 那個 我們希望這個活動 能夠持續下去的贊助 2024的贊助的聯絡 還有 很近就會發生的 SignSpring 12月的SignSpring的活動 你可以去報名參加 在台北的地方 那如果有各式各樣的活動 就可以在右上角的 SignWork.com 這邊去看到 謝謝 謝謝主席 來 蘇西不要走 那個 像蘇西講的 我們最後 在這個Conference 做一個結尾 我想請我們 在社群 志工裡面的 Corting的Member 包含蘇西 還有Robert 來 前面有剛好五個椅子 自己挑 還有Chester 裴珍 裴珍 對 我會想 我們應該有 至少十五分鐘的時間 所以 應該可以直接用那個麥克風 沒有十五分鐘的時間 我想透過問答 Panel 問答的方式 然後和大家介紹我們 大概做了些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還 來 期望我們 做一個社群 我們可以一起 再怎麼樣發展 好 那 我 小超 打開來了 好 那 這個Panel呢 準備的時間 大概是 二十分鐘左右 Panel本身進行是五分鐘 但是我大概花了二十分鐘 可能不到 寫一下小超 然後 主要的目的其實是 也讓大家認識一下 在幕後 我們安排各樣事情做的一些人 以及工作 那 我想比較不是 不是 想要感謝什麼事情 比如說 我們 作為志工團隊 我們本來就是因為喜歡做這些事情 所以才做的 如果我們可以得到感謝 我們會為了得到感謝很感謝 但是其實沒關係 我們主要的目的 或者說唯一的目的就是 就是讓大家包含我們自己可以 在這樣子的分享裡面 得到很多開心的經驗 那好 所以前提是這樣 那我依序介紹我們的素希 素希搖搖手 雖然應該不需要 因為今天我們兩個講了很多話了 再來過去 我也是Chester搖搖手 網站都是他先搞出來的 再來過去是Robert Robert大概這兩天我也看到很多了 然後再一位是裴珍 Janny 好 那我是詠譽 所以我想透過簡單的幾個問題 我們時間也不多 來 讓我們 所有參與的人了解一下 我們大概幹了些哪些事情 第一個問題 我特別喜歡我想問Robert 我們這次有沒有賠錢 對 這邊應該 對 可以 我聽得到 OK 我們這次應該是沒有賠錢 這樣子 那我覺得 感謝大家的參與 那我想 參與活動需要很多方方面面的支持 包含攝影 包含大家今天 吃了蠻開心的下午茶 還有便當這樣子 那 需要這些資源 我們才可以更開心的在一起 對不對 你可以想像這個場地 如果沒有冷氣 會是什麼情況嗎 之類的 對 那 想像一下吧 對 後來是你今天的 我想 想像沒有便當的 想像 想像沒有便當的中午 對不對 我們今天就差點體驗 Review 對 但我們不會讓這些事情發生的 因為我們 我想我們都蠻有經驗的 那 但大家的參與 才是我們最重視的事情 我們做這些事情 是希望讓大家 可以focus在 學習 討論 跟彼此交往上 這樣子 那我想 我們今天應該做得還可以 那 那希望 未來還可以看到大家 然後 今天大家可以得到很多 謝謝Robert 那我就放心了 我們沒有賠到錢 但其實 我們一開始的設定是 我們就算稍微 收入不如預期 還可以啦 好 接下來我們一開始講的 樂趣則重要 對啊 如果 如果要賠錢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就大家做好這個心理準備 事情才做下去啦 這實話就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你如果怕這個就不要做啦 還來幹嘛 對啊 我們是抱持了這樣的想法 說實在是這樣子 嗯 所以 這點我想講的是 我們 搬活動 我們自己開心 我也想讓大家開心 但多少會有一點點風險 那也是 後續我們也會希望 能夠有更多的志工願意 才參加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要放在心上的 我們總是要讓 這個系統平衡的持續下去 所以多少我們得有點成本觀念 但不用太擔心 不用太擔心 基本上 他們都蠻有經驗的 所以我 不是很擔心這個事情 我不是很擔心 我不是很擔心 他講三字很重要 這個時候是要我 我以為我已經做得夠明顯 記得掃Q啊 對 我想事情是這樣子的 就是 我們還是需要一些 贊助的支持 這樣 那我想掃這個 這跟其他問卷不一樣 會有一個稍微署名 因為我們需要跟你聯繫 我們做的事情大概會是 你留下你的email跟你的姓名 那我們當明年的贊助處出來的時候 我們會發個email 或者是以你希望的方式跟你聯繫這樣子 那我們期望的是什麼 因為我們會跟公司做連結 那你看公司HR如果收到一封science work 那還要去google 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樣子 那如果有您的背書 我們至少 不是有背書 就是有您的介紹 我們至少可以省下這個溝通成本 我覺得這個是 對大家都是有幫助的 當然我們不是說一定要贊助 或是怎麼樣子的 那後續我們會follow up 對啊 但是就希望大家幫我們介紹進去 也希望藉由大家的口語傳播 或者是各樣的經驗分享 告訴你們的公司組織 我們是一群認真做事的人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活動會繼續發展下去 對啊 那所以如果可以的話請填寫這個 那我們會突然跟你聯繫 好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我想問一下素希 這個素希你是第一次辦研討會就上手嗎 嗯 不是 不是 我也沒有覺得我現在上手了 我覺得我們這兩天的講題真的蠻豐富 雖然我們是single track 我們當然可以做得更豐富更好 但是其實我蠻累的 我必須說 從昨天今天這樣一直聽 記得很多東西 這個我也參加過蠻多活動了 我很少這麼累的 所以真的蠻多內容的 當然我們很想我們明年一定會繼續辦嘛 所以我們才會有贊助 那除了我們明年會繼續辦 我們會做盡量做得更好之外 有沒有一些具體的精進的想法呢 你說我嗎 這邊 有 第一個早點準備 準備六點晚 我們決定要做的時候 講一些歷史部分 大概是7月吧 大概是7月的時候 甚至12月 然後我們賣票好像是9月多開始賣吧 對 那其實我們這個 尤其然後我們 現場很謝謝就是各位講者的這種support 那如果知道我們在增稿的時候 前一個月是說 我們自己reviewer 然後自己program自己投 就知道那個壓力有多少了 不過蠻幸好 就是後面我們還是收到 大概十幾二十篇的這種稿件 對 然後到現在這樣子的 很好的一些演講 所以說明年也繼續大家的支持人努力 聽說今天早上進去講得不錯 明年的題目開始響了嗎 有 他開始響了 有 謝謝 對 這樣就是說我們更精進的是 我們會繼續follow up 然後大家在不管是工作上 然後研究上 就是技術上 有些心得 就可以達到這個場合來 跟我們一起做一些分享 對 那相信就是 經過這些的努力啊 討論啊 參與2024 會有更豐富的一些多元的議程 出現 對 然後非常謝謝樹西跟我們的Blogger team 各種各樣的安排 這個真的是技術活動 技術研討會 我想最重要的牛肉啦 如果我們沒有花很多心力去準備 我的意思是我們的講者 沒有花很多心思去準備 我們的技術分享的話 大家就不會覺得精彩 所以除了我們會提早準備之外 其實我想我個人也會跟出去 以及我們所有人 我們一起努力 我們看能不能夠在我們平常的活動裡面 我們就鼓勵大家 我們就提早準備 甚至發想發現一些 你特別感興趣 你很熱衷的一些事情 如果我們等到開始爭稿再準備的話 那其實本質上就稍微有一點點晚了 那我想各位一起來參加的朋友們 大概你也是希望自己能夠在某些技術領域裡面 精力求精 那我們當然是非常樂意跟你一起合作 也許你知道也許你不知道你想要做什麼 我們自己是當然不知道啦 但是我們可以陪你一起來討論和研究 我們不需要等到研討會的時候 研討會 所以多大概也是半年半一次 或是一年半一次 這個頻率是不高的 而且付出的這個資源是大的 但是我們平常就有很多Spring 或者是Mida很輕量的活動 就可以鼓勵我們大家一起來交談 然後讓我們可以透過研討 輕量化的研討 讓我們的想法可以更清楚一點點 我們會事半功倍 就是不管是從還沒有做過 或是從做過的角度 都很有幫助 那我做Moderator其實不應該廢話這麼多 對不對 所以我想我應該要問一下裴珍 裴珍處理各種各樣的產物啦 註冊啦還有 許多不是Program的事情 做了蠻多的 包含跟我們的明傑 明傑揮揮手 Terry Terry揮揮手 她去忙了 Terry她去忙了 對不起 辛苦她 大家看到她在跟她揮揮手 陪生有沒有一些 覺得特別心酸的地方 要跟我們講一下 沒有啊 沒有心酸 我只是 睡得好嗎 這幾天 很好很好 但前禮拜五是不好 對對對 嗯 心酸我覺得沒有 就是當我當天的時候看到大家都 有 有很好的互動和交流度來說 就很滿足 對 我覺得 感謝大家的支持 對 沒有心酸 辛老應該是有的吧 嗯 嗯 對啊 當然就是一定會 會花一些精神 講一下都是誰叫你做事 這真的沒有誰好 嗯 就是我的左手邊的四位 對 值得尊敬的大人長輩們 沒有啦沒有 但他們都對我很好 對 所以我就想盡 盡我的 能力跟時間去把這件事情做到 我覺得很OK的地方 這樣 然後感謝他們的照顧 感謝裴珍的幫忙 謝謝裴珍 仔細一想 確實裴珍是 是我們 五個人之中 真的是非常年輕的 當然我也很年輕啦 那 不要笑 那個 但裴珍真的是 現在還在念書 在念碩士班 嗯 那 科業也是很繁重 而且當然相對比較沒有 社會上面的經驗嘛 確實很多事情會 因為沒有經驗 所以當然要花比較多時間去思考 去準備 那 幫了我們大家 就是 房間裡面的大家 很多的忙 欸 我們給他拍個手 我覺得真的太辛苦了 好 謝謝 謝謝 真的很辛苦 謝謝裴珍 Jester 還有哪些網站的事情還沒搞定 哪些網站的事情還沒搞定 其實 昨天 開始看到那個 Program的Pintable 我們就發現了一些Bug 對 我們就不說是誰寫的 我記得昨天有一個人跟我講說 有Bug都不是我寫的 那我就不講是誰了 要一起承擔 畢竟那個Review 大家都按個Pool 你在選舉是不是 要一起承擔 沒有啦 因為其實我們也算是 應該說我們這算第二次吧 其實我們應該算是第二次打算辦這個Sidework Conference 我們在跟勇育2020年的時候 他又找我做過一次了 然後那一次我們就運氣很差遇到疫情嘛 所以就沒有做起來 那這次又來找我做的時候 我們 我其實也是有點緊張啦 我想說 我們真的要再來一次吧 然後我們好像一直到 其實就跟素季剛剛講的 我們到7月才算是 比較正式的 開始在push這件事情 然後一直想說 這個東西到底會不會動 我們從 什麼都沒有 然後一直到 像很多講者投稿 我們就是用 Twitter12系統 那看起來 就是使用上也都還蠻不錯的 對 那這個 也很謝謝那個 我們Web跟Design Team的能力 那甚至像這一次的Web 其實 還有人問我說 我們是有花錢找人做嗎 說沒有 就是這些人 不過也不算沒花錢啦 因為這些人時間 其實應該也算不便宜啦 對 所以還是蠻感謝 就是WebDesign Team的這些 對 然後 今天跟很多的會眾 就是有些對IT啊 或Web有興趣的聊到 那其實大家對這些Web的 這些一些設計 其實蠻有興趣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後面infrastructure的 一些架構啊 或者是一些知識 所以我想明年那個 素季這邊 你至少會拿到一份稿啦 我會投一個 跟大家介紹 我們的infrastructure裡面的一些東西 對 也讓大家可以知道說 欸我們的 Web Team啊 或者是 infrastructure Team 做的一些能力 所以Web Team有興趣的 記得投資工 對 學技術 學技術 他有興趣 people有興趣 這就是BUG嗎 這 呵呵 這個是B Team 這個是B Team 所以B Team 你怎麼這麼care 我Live修一下好了 好 來修一下 這會再補給大家 真的 對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三面兩次做兩次自工就對了 哈哈哈哈 不是故意的 我一直以為是故意的耶 啊 沒關係啦 哈哈 哈哈哈哈 還可以把它改成 午夜都是那個贊助小技工的嗎 哈哈哈哈 不過我想互動 我們 是一個社群啦 其實我自己的觀念裡面 我並沒有特別想要分 誰是志工 誰不是志工 好像有什麼階級差距一樣 當然是沒有啦 那但是確實有人多做一些服務 有人少做一些服務 或是有人沒有做服務 但都沒有問題 那很多的社群的組織 他們會把志工的聯絡方式 或是溝通管道 跟一般會眾的聯絡管道分開來 那我們這 我們自己這邊 塞尾果這邊是不分的 就是我們Discord就只有一個 然後也沒有什麼隱藏 有一兩個隱藏頻道 那就是那個管理需要 我總不能把Password 弄出來給大家看 對不對 那 所以我們沒有特別去分 我們很多組織上面的東西 能夠放出來公開的 就是都在那裡 同一個Discord裡面 那有一些 當然我們有一些IT的系統 比如我們放在Google Drive上面 比如說各位的註冊資料 那我當然 絕對不可以公開嘛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 這個基本的資訊安全 但是能公開能透明就這樣做 因為我們做開放社群 我們做open source 精神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還是分了兩個連結 OK啦 串一下串一下 所以歡迎 那也 如果你還不是很確定 要不要一起來幫忙 其實在Discord上面就問一問 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啊 或是你在Discord上面看到一些什麼東西 你就說這個是什麼 那個是什麼 反正我們就是一起的 那這大概也是 我們為了要減少 我們籌備職工的負擔 所做的一個結構上面的做法 所以我們盡可能輕鬆的做事 所以讓人做的比較久一點 我們真的盡可能輕鬆的做事啊 欸等一下為什麼會這樣 是不是他沒有update 你光了 他收拾是不是要清掉 還是三星的 你是想說三星嗎 其實你們不知道 不想這樣 好啦好啦Discord比較好用 那我在這邊想問一下 我們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一些意見想要跟我們 在這邊跟大家講 畢竟你只能選職工嘛 所以也許要現在講才行 有嗎 OK我問了一個不該問的問 這樣我好尷尬 沒有也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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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就是剛才有這個機會 我們最後做一個結尾 那很高興 歡迎 我們所有 朋友在這邊 我們可以一起很開心的 做這個 會議 希望大家繼續持續的參加 我們等 正確的QR勾上去以後 我們在一起 要等嗎 他不是 你放棄了嗎 好像不一樣了齁 我覺得不對 看得出來 有幾個點不一樣了 大家幫我測試一下 對了哪一個對了 都對了 都對了 來我們站起來一下好不好 來謝謝大家 謝謝 好那我們這個 今年的會議就到這邊結束 那希望大家這個 我們應該還有一點時間 才會被這個場地感動吧 對對對 大家留下來聊一聊都可以 因為還有一些點心 要吃掉對不對 就在外面 吃吃喝喝一下 所以各位 你們應該非常的確定 我們 真的是昨天才商量好 今天要做這個panel的 不管啦 要吃吃喝喝就去吃吃喝喝 反正我們有discord OK 好謝謝大家 會獲意見應該會寄信給大家 大家再記得填一下 因為那會幫助我們 在檢討課方面這樣子 好不好 對這個蠻重要的 好不好 大家幫忙 如果收到email 幫忙填一下 那我們知道你們的意見 好不好謝謝